大家好,我是布萊恩 然後我們前面兩集有介紹了 第一集有介紹了裝備的那個選購 然後第二集介紹了釣竹的綁法 那接下來呢我們今天要介紹呢 如何調教你的浮標 還有如何測水深 這會影響我們釣魚的關係是非常的大的 OK,好,那我們開始囉 去去 好 OK 好棒 OK,好 這個是我們上一集有講到的那個 拌油洞的釣竹 一開始這邊先有一個 擋托在這邊 就可以限制浮標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深度的調整 就利用這一顆擋都在調整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這邊有兩顆太空豆在這邊 好,這兩顆 太空豆是做什麼用的呢 就是讓我們的浮標 讓我們的浮標不要跑到紫線底下這個紫線這個地方來 因為如果你把它放到這個紫線這個地方來的話 浮標在紫線這個地方 那你在做掉的時候風一吹幹嘛幹嘛 很容易它紫線就跟浮標會藏在一起 紫線跟浮標會藏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個 太空擋都的調整 把它拉至少 至少我們一個 浮標的長度把它拉上來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我的浮標 就不會碰到紫線 就不會碰到底下的紫線 鉛在這一邊嘛 你讓它跑到鉛上面去的話 它就不會碰到底下的紫線 然後在做掉的時候 就比較 拋頭的過程中 就比較不會 讓你的浮標跟紫線 纏在一起 OK 好 那 接下來呢 好你要開始調教你的浮標了 到一個調查 要開始調教你的浮標的時候 先把上面這個 檔道 調短 調短 就是往下調 好讓你的吊阻 等下拋下去 在整個水中的時候 它是不會觸底的 鉤子那些 是都不會觸护底的 所以我現在一直調的 非常的短 就是大概這樣子而已 我現在的 吊阻的深度 也就是從 從 到時候它立起來以後 會從 我的浮標這邊 浮標這邊 一直到 我鉤子的 我鉤子 的深深度 所以現在的 吊阻的深度是非常短的 一開始先調到最短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調教我們的浮標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把浮標 丟到水 水面去的時候 像這個是向雨 1.5的浮標 你把這個浮標 堆到水 水面去的時候 我閉下來好了 OK好 我現在把浮標先拆一下 你把這個浮標 整個丟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因為它是整個都是 沒有觸底的嘛 在水面上 然後它又是搭配 1.5錢的 因為它本身是1.5 所以它搭配 1.5錢的鉛 好這個時候 它沉下去的時候呢 會沉到大概 橘色這個地方 就是 它落書法 大概會落到這 這裡 就是橘色這個地方 看到嗎 對 橘色這個地方 一般標準的話 大概會落到這裡 今天呢 我們的習慣呢 我們為了掉 敏一點呢 為什麼要掉敏一點 因為 通常 初學者 不會到浪比較大的地方 也不會到流比較大的地方 都在港口 或防波堤 掉的時候 那邊水流 相對來講 比較小 然後 坡浪來講 浪也比較沒那麼大 現在比較平穩 所以在那種地方 我們通常都會掉敏一些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希望 它完全在漂浮在水中的時候 沒有觸底的時候 我們希望浮標沉到 這邊 好 讓這個 上面這個頭完全滅掉 沉到 這邊 然後要怎麼樣做 讓它沉到這邊呢 就是 去加 咬籤 然後加多少咬籤 當然你要去測 像這個浮標 它只要加一筆的咬籤 它就會沉到這裡 就沉到這裡 這邊 然後咬籤要加在哪裡呢 像這個 這個時候 咬籤其實就加在 八字環上面就好 這邊有加一個 一筆的咬籤 就加在八字環上 那方面 就是八字環上面 加一個一筆的咬籤 好 這個時候呢 你的浮標就會呈現 丟到水中就呈現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 然後 這個時候 如果 因為你現在完全沒掛耳 然後你整個鍋子是漂浮在水中間的 完全沒掛耳 它會呈現這個狀況 然後當你掛耳的時候呢 因為耳有重量 耳有重量 所以它還會再往下沉一些 大概沉到這邊 看你耳的重量有多少 有時候我用雙勾 然後那個耳的重量還蠻大的時候 它會沉到這裡 只要頭一點點出來 對 當鍋有時候掛耳 大部分像我掛分耳的時候 耳大概會沉到這裡 南極蝦比較輕它稍微會起來一點點 不過 就會比它本來的 本來的吊組是這樣子的 完全沒掛耳 的時候是這樣子 掛耳以後它又沉下一點點 這樣子的好處 就是說 你把它調到這麼敏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魚在吃的時候也會非常的敏 然後你的耳如果掉了 耳如果掉了 那勾子這個浮標也會起來 也會起來 OK好 這個就是浮標的調教 盡量讓它的那個 調到我只剩下 後面這一節 然後利用它的耳 如果有重量的話 還可以再把浮標往下拉 還可以把浮標往下拉 這樣你就隨時都可以 知道 那個 你的耳的狀況是 怎麼樣 OK 好那就是浮標的調教 一開始先到這邊就好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 來測 水深 因為通常呢 我們在 釣的魚呢 都是吃貼底 或是底部比較多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測水深 然後釣貼底 這並不是所有的釣場都釣貼底 只是一開始學的時候 先從貼底的魚開始釣起 因為貼底的魚種比較多 像有名的黑貂 他們也就是吃貼底的 OK好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 測水深的動作 要測水深的時候呢 首先呢我們現在要有一個測試牽來夠測水深 好我現在就教大家怎麼做測試牽 首先呢可以去買這種 油洞牽 這種油洞牽 大概 1.5千到2千的 就可以了 OK 油洞牽 然後油洞牽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首先呢我們先把中間的 這個 這個管子取 取掉 這管子很好取 壓一下就取一起來 這管子已經被我取掉了 好是那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油洞牽上面有個勾 一個勾槽 這時候我們去拿一條橡皮筋 來拿一條橡皮筋 然後放入這個勾槽裡面 還好這樣可以放入這個勾槽裡面 然後 一直捲 把橡皮筋一直重複放在這個勾槽裡面 橡皮筋要拉緊會比較好 放到這個勾槽裡面 OK好了 捲了五六圈以後 就會呈現像這種狀態 呈現像這種狀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這個勾槽封起來 以免橡皮筋 跑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拿鑷子 或是有些人用牙齒也可以 一壓 我們就把勾槽封起來了 然後這時候你再把橡皮筋平均分佈 平均分佈 分佈 好這樣我們一個測試線就完成了 然後這個測試線要怎麼用呢 其實很簡單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拿出你的勾紙 譬如說 我今天要測水深了 對不對 我只要拿出我的 勾紙 隨便勾出一條橡皮筋 隨便勾出一條橡皮筋 如果你要保險的話 你也可以勾個兩條 勾個兩條 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因為這個比較重 所以他會把整個吊數往下拖 現在丟到水裡面去 我們就可以去 測水深了 好 這個就是測試線 當然測試線還有其他的做法 只是我覺得這種做法很簡單 只要去 買一個油洞簽 然後有橡皮筋就可以 然後你也可以一次做個好幾顆 來備用 勾上測試線以後 我們就可以丟入水中 開始來測水深了 然後 我有在網路上 找到一個 叫做老湯的 他做了一張圖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的勾紙勾上測試線以後 你把它丟下去 如果你的那個 浮標是很躺著 不會立起來的話 那就表示你調得太深了 如果你把你的 丟下去以後 你看不到你的浮標 浮標整個沉入到水中 那不是你調得太淺了 然後那個深淺 你可以由哪裡來調呢 就是由上面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上面那個 最上面那個 擋 豆來調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擋豆 上面這個擋豆 這個擋豆它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它是可以 長短這樣調整的 來調整你的深度 然後這個浮標 過上去以後 然後它就會往 你調的越高的話 浮標過上去 它就一直往上跑 一直往上跑 這樣子的話 你調的就越深 OK 然後這是浮標的那個 基本條法 通常我們要調的 調到貼底的話 就是調到這個 這樣子 調到這樣子 是最剛剛好的 調到這樣子 是最剛剛 剛剛好的 可是呢 潮汐是有變化的 潮汐是有變化 在漲潮的時候 水會越來越深 退潮的時候 水會越來越淺 這個時候 該怎麼辦呢 OK 這邊也可以教大家一個 簡單的方法 簡單的方法 當你調好深度以後 照道理來講 是不是應該就會變成 這樣子而已 就是變成它就露出這樣子 看一下 變成這樣子 這深度是比較剛好的 OK 如果 這個時候是在漲潮的話 你在調漲 漲潮的話 那我建議你調好這個深度 以後 再把你的深度多出 大概10公分深 大概就是 一個拳頭深 大概一個 10公分深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漲潮水會越來越深 水會越來越深 然後再掉掉掉掉 後來越發現 你的浮標開始往下沉了 開始往下沉 為什麼會往下沉 因為水越來越深 然後你的耳 慢慢就會從貼底 然後到 飄起來了 所以你的浮標就慢慢往下沉 慢慢往下沉 慢慢往下沉 這個時候 你就知道說 你的深度不夠了 你還要再調整你的深度了 OK 如果你今天是 在退潮 在退潮 剛好相反 你浮標調深度 一樣調到這邊 是剛好的 可是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稍微把它弄短個 10公分深 10公分 一樣是一個拳頭左右 這個時候呢 你耳丟下去以後呢 你會發現你的浮標是不是呈現這樣子 因為你的耳這個時候是飄起來的嘛 他是屬於快天理的狀況 所以你的浮標是這樣子 然後越掉越退 越掉越退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浮標會越來越往上 越來越往上 越來越往上 為什麼 因為退潮的時候水越來越淺 所以你的耳到時候 也會觸底 也會到底 在這個時候 到底的時候 你就差不多 知道差不多 那個深度又要再做調整了 有時候要做調整 所以通常我們漲潮退潮的那個 浮標的調整方式會不太一樣 然後 還有幾個重要的點就是 當 水流大的時候 今天水流大 大的時候 那個線阻 整個線阻 在水裡面 他不會是紫的 他有時候會帶血的 會帶血的 所以當水流比較大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呢 還會再調深 多一些 不管如果他帶血的 如果你不調深多一些 他可能都還沒到底 他整個釣組是飄在 半空中的 整個都是飄到在半空中的 今天 浮標的調教 還有 如何測水深 就介紹到這邊 有了前三集呢 看完前三集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去釣魚了 如果你們有釣到魚的話 歡迎留言來分享一下 你的第一隻魚是什麼 好如果喜歡我們的 影片呢 請 分享 訂閱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好今天就先到這邊 拜拜 拜拜 拜拜